欢迎大家收看洛杉矶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当火焰熊熊燃烧时 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内保持秩序 佛罗里达州橄榄球四分位DG拉格威加入了伟大球员的行列 其中包括埃米特、史密斯和佩顿、曼宁 Visco因涉嫌性虐待再次起诉美国媒体 南加州大学提供前五星级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 进攻产球手兰斯·谢尔德 2023年NBA选秀的抢断者 Jamie Jacquez Jr.带他的新秀赛季升温 请大家收看 当火焰熊熊燃烧时 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内保持秩序 纽约时报 日本航空516航班周二在东京宇田机场发生了一次火爆着陆 然而尽管窗外有火焰 乘客们成功地从飞机上撤离 没有发生重大伤害 导致撤离如此成功的原因包括训练有素的机组人员 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以及飞机的设计和材料 使用的空中客车A350-900配备了发动机周围的防火墙 燃油箱内的氮气泵以防止立即燃烧 座椅和地板上使用的防火材料 飞机的构造 机组人员的明确指示和乘客的合作也对安全撤离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紧急情况下恐慌的乘客可能会导致延误和受伤 在这种情况下乘客保持坐着等待 这使得撤离顺利进行 飞机的撤离过程持续了18分钟 期间由于A350-900的防火材料 火焰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佛罗里达州橄榄球四分位 DJ拉格威加入了伟大球员的行列 其中包括埃米特、史密斯和佩顿、曼宁 雅虎 佛罗里达州的橄榄球新秀DJ拉格威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一名高中四分位 他已经入选为Gaterade全国年度最佳球员奖的三名候选人之一 拉格威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入读佛罗里达大学 并被授予德克萨斯州Gaterade年度最佳球员称号 他带领他的高中球队取得了12胜一赴的战绩 传球达到了4604码并完成了58次触地得分 拉格威将参加周三的Under Armour全美高中橄榄球比赛 里达州因涉嫌性虐待再次起诉美国媒体 BBC 选秀比赛全美女孩All American Girl的两名前参赛者 正在起诉英国电视台高管奈吉尔·利斯哥·纳州·利达州 涉嫌性侵犯 这些女性声称 利达州在2003年拍摄期间公开摸索他们 并在节目结束后骚扰他们 该诉讼遵循美国歌手宝拉 阿卜杜勒 Paula Abdu对利达州的类似指控 利达州否认了阿卜杜勒和前参赛者对他的指控 他还面临阿卜杜勒的诉讼 阿卜杜勒声称 所谓的袭击发生在他们一起制作美国偶像和 所以你认为你可以跳舞时 南加州大学提供前五星级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进攻产球手 兰斯·谢尔德 雅虎 兰斯·赫德·Lensherd是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老虎队 LSU Tigers的前五星级进攻产球手 他已经进入了转混能户 并收到了南加州大学特洛伊木马队的报价 作为一名真正的大义新生 赫德为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打12场比赛 他首发了一场比赛 他在2023届毕业生中排名第15位 由247 Sports综合排名 虽然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预计将在2024年回归两名首发产球手 但失去谢尔德将伤害球队 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计划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2024赛季节目战中 对阵南加州大学 因此如果特洛伊人能够在比赛前 翻转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的一名球员 那将会很有趣 2023年NBA选秀的抢断者 Jamie Jacquez Jr.在他的新秀赛季升温 雅虎 曼阿密热火队新秀 小海梅 贾奎兹 Jamie Jacquez Jr. 正在成为2021年NBA选秀的抢断者 这位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球星 在曼阿密一炮而红 他正在热火队上演自德怀恩 维德·Bwin Wade上场以来从未见过的壮举 加盟热火队后 贾奎兹立即受到曼阿密球迷的欢迎 他在对阵快船队的比赛中的表现提醒人们 为什么他在大学里如此炙手可热 热火队现在正在从雅克斯的大学经历中获益 因为他愿意承担任何需要他的角色 现在正在转化为职业水平 认识2023赛季的史里夫波特时报 全区高中橄榄球队 雅虎 2023年史里夫波特时报 全区足球队包括 比恩维尔 克莱伯恩 德索托 杰克逊 林肯 纳奇托什 红河 萨宾和维伯斯特教区的20所学校 Times All City团队仅适用于 Caddle和Bosher教区学校 特朗普是个热衷于戏剧的人 但他却制造了最乏味的提名争斗 雅虎 周二共和党总统初选中最重要的消息是 一个显为人知的新罕布什尔州参馆老板 从克里斯 克里斯帝的竞选团队 转头尼基 哈雷的团队 仿佛这有什么关系一样 比爱荷华州党团会议还有两周时间 这场竞选的最显著特点就是 他变得毫无竞争力 唐纳德 特朗普在全国范围内的共和党初选选民中的支持率 现已超过60% 比特律在佩伦的两球比赛后访问洛杉矶 美联社 比特律红一队在最近战胜圣河塞鲨鱼队后 将与洛杉矶国王队对决 国王队的总战绩为20胜9平5负 在他们至少打尽一球的比赛中尤其成功 红一队的总战绩为18胜16平4负 在27场比赛中赢了18场 汤打进了三个或更多的进球 安泽 科皮塔尔是国王队表现最好的球员 有14个进球和20次助攻 而亚历克斯 德布林卡特 以17个进球和21次助攻领跑红一队 两支球队将在本赛季首次相遇 2.圣克拉拉野马队对阵洛约拉玛利蒙特雄狮队 美联社 圣克拉拉野马队将在周四的WCC比赛中 访问洛约拉玛利蒙特雄狮队 雄狮队在主场取得了5胜3负的战绩 平均每场比赛有11.1次失误 野马队在课场取得1胜2负的战绩 在一场控球比赛中取得了1胜2负的战绩 洛约拉玛利蒙特平均每场比赛得分74.6分 而圣克拉拉平均放弃72.4分 野马队平均每场比赛投进8.5个三分球 而雄狮队平均投进5.2个三分球 多米尼克 哈里斯是雄狮队表现最好的球员 投篮命中率为45.9% 场均得分为14.5分 阿达玛 巴尔是野马队表现最好的球员 场均得到14.8分 在过去的10场比赛中 雄狮队场均得到69.2分 而他们的对手平均得到67.1分 野马队场均得到76.3分 而他们的对手场均得到77.9分 乔治 梅森爱国者队对阵拉萨尔探险者队 目标是连续5场胜利 美联社 乔治梅森爱国者队将在大西洋十联盟的对决中对阵拉萨尔探索者队 乔治 梅森 George Mason 取得了4连胜战绩为11胜2负 而拉萨尔 拉萨尔的战绩为9胜4负 爱国者队被看好以3连5分的优势获胜 大小球为139 拉萨尔拥有7胜1负的主场战绩 并且赢了三场比赛 积分不到4分 乔治梅森在客场2比1领先 两支球队的投篮命中率都很强 拉萨尔的投篮命中率为45.0% 乔治梅森的投篮命中率为47.9% 拉萨尔表现最好的是 Kaleo Brantley和Andres Morero 而Kishon Hall和Darius Maddox是George Mason表现最好的 在过去的十场比赛中 拉萨尔场均得到79.7分 而乔治梅森场均得到75.0分 马丁·琼斯在对阵国王队的比赛中被禁赛 据报道 威廉·尼兰德与利夫斯的合同谈判升温 多伦多星报 多伦多枫叶队守门员马丁·琼斯·Martin Jones 在3比0战胜洛杉矶国王队的比赛中 阻止了所有31次射门 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二次临风 琼斯曾效力于国王队 他做出了扎实的扑就 并受益于队友的强大防守 这场胜利对于枫叶队来说是一个急需的推动力 他们在之前的比赛中一直在苦苦挣扎 威廉·尼兰德打进两球 使他在过去15场比赛中的赛季总得分达到23分 据报道 Vivs和Nylander之间的合同谈判正在升温 有传言称 在8年内 双方将达成一份价值至少1100万美元的长期合同 战胜国王队是枫叶队自12月23日以来的首场胜利 汤将在下一场比赛中继续对阵阿纳海姆压队的成功 守门员丹尼斯·希尔德比·Dennis·Kildaby可能有机会在那场比赛中为枫叶队首发他的第一场NHL比赛 马丁·琼斯本赛季第二次被禁赛 枫叶3比0战胜洛杉矶国王队 美联社 多伦多枫叶队以3比0击败洛杉矶国王队 结束了他们的三连败 马丁·琼斯·Martin Jones做出了31次普救 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30次普救 而威廉·伊兰德·William Nylander则打进了两个进球 Tier John Kraut也为枫叶队进球 泰勒·贝尔图奇有两次助攻 国王队本赛季首次遭遇三连败 塞琳娜·戈奈斯·Selina Gomez在坦率的采访中暗示提前退出音乐界 英国独立报 塞琳娜·戈奈斯·Selina Gomez表示 他的下一张专辑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张专辑 因为他正在考虑专注于自己的演艺事业 这位歌手在成为成功的流行歌手之前 曾作为迪斯尼频道明星而声名雀气 最近因其演艺工作而广受好评 戈奈斯解释说 他想在未来确定一件事 他可能会选择表演而不是音乐 他还讨论了繁重的工作量 对他的心理健康造成的损失 并表示希望休息一下 戈奈斯的下一张专辑尚未公布 即将到来的风暴 将给南加州带来雨、雪、大浪和危险的海洋条件 雅虎 南加州正在为一系列寒冷天气风暴做准备 这将带来危险的海洋条件 轻微的洪水和降雪 预计今晚夜间将有降雨 并将在周三上午10点之前过去 预计温度不会达到60度 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了洛杉矶 文图拉和圣巴巴拉县周三至周四的冬季天气咨询 立即三英尺以上的山区将有6至5000英寸的降雪量 高海拔地区将达到8英寸 美国准备重新开放南部边境口岸 因为移民人数减少 华盛顿邮报 拜登政府宣布计划重新开放因非法移民激增 而关闭的几个南部边境口岸 关闭这些口岸导致与墨西哥的跨境旅行和贸易受到干扰 然而 墨西哥当局最近加强执法措施 并且假日期间的减少导致非法入境人数下降 在美国南部边境 去年12月非法入境人数达到近25万人 创下有史以来最高的一个月总数 重新开放这些口岸正值此时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新闻内容 首先 我们谈到了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次火爆着陆事件 尽管飞机外面起火 但乘客们还是能够成功地从飞机上撤离 并且没有发生重大伤害 这次成功地撤离主要得益于训练有素的机组 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以及飞机的设计和材料 飞机配备了防火墙和防火材料 这些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 在紧急情况下 乘客的合作和保持冷静也非常重要 整个撤离过程只花了18分钟 这得益于飞机的设计和材料 火势得到了有效控制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佛罗里达州的橄榄球四分位地 J.拉格威 这位高中生已经入选为Gatorade全国年度最佳球员奖的三名候选人之一 拉格威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入读佛罗里达大学 并被授予德克萨斯州Gatorade年度最佳球员称号 他在高中时带领球队取得了很好的表现 并且在比赛中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 这次他将参加Under Armour全美高中赶篮球比赛 我们还谈到了选秀比赛全美女孩中涉及性侵犯指控的英国电视台高管奈吉尔·利斯戈 两名前参赛者正在起诉他 指控他在比赛期间进行性骚扰 这是继美国歌手保拉·阿卜杜勒之后的又一起指控 利斯戈否认了这些指控 他还面临阿卜杜勒的诉讼 阿卜杜勒声称他在一起制作节目时遭到了袭击 然后我们谈到了南加州大学提供给前五星级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进攻铲球手兰斯·谢尔德的报价 谢尔德是一名很有潜力的球员 他已经引起了南加州大学的注意 虽然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预计将在2024年回归两名首发铲球手 但失去谢尔德将对球队造成损害 这场比赛将在2024年的赛季节目战中进行 如果特洛伊人能够在这场比赛之前从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挖走一名球员 那将非常有趣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NBA选秀的抢断者 Jamie Jacquez Jr.在他的新秀赛季的表现 这位新秀球员在加入热火队后迅速受到球迷的欢迎 他在对阵快艇队的比赛中表现出色 现在热火队正在从Jackwise的大学经历中受益 他愿意扮演任何需要他的角色 并且已经在职业联赛中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 我们还谈到了几场橄榄球和篮球比赛 包括底特律红一队 对阵洛杉矶国王队 巴尔圣克拉拉野马队 对阵洛约拉玛利蒙特雄师队 以及乔治梅森爱国者队 对阵拉萨尔探险者队 这些比赛都非常精彩 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精彩的比赛 最后 我们谈到了塞琳娜 哥迈斯暗示将提前退出音乐界的消息 他表示 下一张专辑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张专辑 因为他正在考虑专注于自己的演艺事业 他还谈到了工作压力 对他心理健康的影响 表示希望能够休息一下 我们期待着他的新专辑 并希望他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看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问题 欢迎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六博士 祝大家度过愉快的一天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